公元前六百年 在印度的信仰三大支流中 第二大支流 是由婆罗门教的右派 和被征服的本地的中上层 组成的沙门运动的两个领袖 佛教和奇纳教 为什么我们说他们是婆罗门教内部的右派呢 是因为这两支信仰都来自于婆罗门教 但是他们接受的 只是奥义书思潮提出的业语轮回两个基本概念 对于婆罗门教的正统 他们都是否认的 比如非托权威 比如种姓制度 而且他们传教也不用繁语 他们用那种民众的俗语 就是东摩洁陀语 这两派的创始人 就是佛教的和奇纳教的 他们都是沙地利种 不是最高等性 不是婆罗门 他们传教的区域也是差不多的 都在东印度 关于佛教的创立者 乔达摩西达多 这个我们在佛教史里都讲过了 不讲了 总之他这个45年在东印度云游 80岁涅槃 生前他没有留下经书 关于他的经书 死后做过四次结集 我们在佛教通事里讲过两次 我们现在简单的讲一下后两次 之所以后两次没讲呢 是因为后两次 小城教派都不承认 第三次结集 是公元前二百五十年 在华士城 这次结集 是由阿育王召开的 十分隆重 小城不承认啊 阿育王派人四处传教 但效果不佳 仅仅对西兰岛产生了影响 所以到今天为止 西兰岛的国教还是佛教 还有一个 就是又过了三百年 第四次结集 是在克什米尔 当时是贵双帝国的 加尼瑟加网 这个王非常著名啊 因为没有这个王 就没有大成佛教 此时 佛教就度过了布派时期 在这次结集 正式分成了大成佛教 和小成佛教 所以小成佛教 也不承认这次结集 原始佛教 在第三次集结的时候 它已经成文了 被带入了这个西兰 就是已经有文字了 贝叶书 由于他走的路线是难传的 所以我们也称这一只为难传 或者是难藏 我们重点说一下 奇纳教吧 奇纳教 它是要比佛教 早一百五十年到两百年的 就奇纳思想出现的非常早 在公元前七世纪就出现了 比佛陀要早一百五十多年 比他出生要早一百五十多年 但是 他直到公元前六世纪 到传教士大雄的时候 奇纳教的思想才真正的定型 大雄 他原名叫做摩哈维拉 他出生于恒河中游的一个大城市 费舍离城 他的年代比佛陀早 而且他也是沙地利种姓的 这个故事差不多 他也是个王族 他也是弃家 就是这故事跟佛陀是一致的 但是不一致的是 他是个裸行者 就是裸体苦行 关于这个奇纳教的裸行 我一直有点好奇 他裸行寻求真理 最终得到 称之为奇纳 奇纳的意思是什么呢 胜者 胜利的人 胜者 是指对自己情欲的胜利 释迦摩尼早期的修行 基本上都是追随 奇纳的大雄的脚步进行的 就是四处云游 寻求真理 四处拜师 然后苦行 但是没有成功 于是他另辟蹊径 就形成了佛教 奇纳教的大雄 他的教义 基本教理归结起来 叫做七聚义 我们说佛教的基本教理归结起来 叫四圣地 而大雄的 就是奇纳教的 叫七聚义 七聚义是什么呢 七个要点 命 非命 漏 漏语的漏 复 复复复的复 戒 戒律的戒 灭解脱 命 非命 漏 复 戒 灭解脱 这七个 这就叫七聚义 它对应的就是佛教的四圣地 奇纳教的教理认为 这个世界的万物是由命与非命构成的 什么意思呢 命就是灵魂 非命就是非灵魂 这个世界是由灵魂的东西和没有灵魂的东西构成的 听着很有道理吧 对 有灵魂的东西呢 就是命呢 又包括两种命 叫动命与不动命 什么叫动命呢 这很简单了 人 动物 这都会活动 植物也算动命 人 动物 植物 这三种都叫动命 所以奇纳教的他最后他不光是不吃肉啊 他这个菜他也就最后不吃了 就是 人 动物 植物 这三种叫能动的命 什么是不能动的命呢 地水火风 四大元素 这属于不能动的命 就是他也是有灵魂的 地水火风 他有灵魂 这风有灵魂 仔细想一想 谁有灵魂 这也有可能啊 可以这么设想 那这个就是组成万物的一半叫命 就是有灵魂的 组成万物还有另一半 没有灵魂的 非命 非命是什么呢 我们说命有两种 能动的命和不能动的命 非命也有两种 叫有形非命和无形非命 什么叫有形非命呢 他这个概念就很 很很很前卫了 他认为这个世界是有某种类原子的东西构成的 或者是原子的符合体分子构成的 所以说有形非命就是这种构成 比如说命的基础原子或者基础分子 这叫有形非命 还有一种叫无形非命 什么叫无形非命呢 更前卫了 时间 空间 运动状态 这个就叫无形非命 那你看 于是这个大雄的七具意的前两个就解释了宇宙 实际上 佛教的基础教理四圣地是不解释宇宙的 但大雄他解释 他就用了命与非命来解释 命 灵魂包括两种 动命与不动命 动命人动物植物 不动命地水火风 然后呢 没有灵魂的非命 有形非命无形非命 有形非命原子和分子 无形非命空间时间运动状态 这个宇宙结构非常完整了 这个物理结构非常完整了 命非命七具意的前两个 中间两个 漏 负 漏是漏语的漏 负是束缚的负 这个教理呢 就是说人生命运就像漏语一样 这个阻碍你的灵魂形成的一种障碍 是怎么形成的呢 是因为漏到你的灵魂上了 像漏语一样漏到了 漏到了之后 你圆满的本性就被束缚了 那这就是这个 这个你的命运啊 漏和负 怎么去解脱呢 他就提出了三个方法 戒灭解脱 其实戒灭解脱 它是个过程 所谓戒 佛教谈四婆罗仪四戒 奇纳教谈五戒 叫五世戒 佛教叫四世戒 他叫五世戒 不杀生不妄语 不偷盗不银邪 这四个戒 奇纳教的这头四个戒 跟佛教的四婆罗仪四戒 一模一样 但他比佛教多了一戒 这戒叫不恋尘世 就是佛教的四戒 再加上一个不恋尘世 这就是奇纳教的五戒 通过这五戒 你最终就能不断的苦行 要不断的苦行 那你就达到哪种状态了呢 达到了灭的状态 这个灭的状态呢 实际对应的佛教的 就是涅槃的状态 清除了旧业 阻止了新业 这样灵魂最终就解脱了 所以他这个灭和解脱 实际上两个东西加起来 是我们这个佛教涅槃的概念 所以他就是命非命 漏腹戒 灭加解脱 七七居一 这就是整个奇纳教的基础教理 对应着佛教的四圣地 七居一对应四圣地 大雄 他是用一种混合俗语来传教的 就是我们说跟佛教一模一样 半摩解脱语 他的口音可能比这个 释迦摩尼还好一点 释迦摩尼还带点尼泊尔口音 在公元前528年 大雄就以72岁高龄去世了 熟悉佛教教理的同学 就听过我佛教哲学课的同学 会觉得奇纳教跟小城佛教 非常的像 非常的像 但是他比小城佛教理论更广 更宽 他还涉及到宇宙和人的起源 就是他的宽度比小城佛教大 但他的深度比小城佛教小 就是因为他后面的那个 戒灭解脱 这就有点 尤其是漏腹这块 他的这个理论深度比较浅 所以我们说 后期一定要出大城佛教 不然的话 这个奇纳教和佛教 你很难区分 在传教方面呢 大雄和释迦摩尼 他不太一样 就是虽然他们用的语言一样 他们的传播的教理有点像 他们的面积有点像 就是传教的范围有点像 但是在传教的路上 奇纳教的教主大雄 他更像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 摩哈摩德 他不像释迦摩尼 什么意思呢 首先 大雄 不说自己是一个创教者 他不像释迦士的 我是创建了佛教 他不是一个创教者 他自称是一个先知 而且是最后一个先知 就是说 在奇纳教的这个故事里头呢 人类有24个先知 24个得道者 这24个得道者呢 在奇纳教里称之为 生命洪流里的百度人 所以在大雄之前 奇纳教的教室里 还有23位这样生命洪流的百度人 他只认为自己是一个百度人 所以说苦海无边嘛 他要百度嘛 他是最后一个先知 他以后也不再存在了 你看这个路子 是不是很像摩哈摩德 很像伊斯兰教的摩哈摩德 我是最后一个百度人 以后就没有了 奇纳教先后呢 分成两派 跟佛教一样 就是小城与大城 一派叫原始派 又叫天一派 天当一夫 什么意思呢 没衣服呗 就是裸体修行 是否是全裸体 我就不知道了 这个没有记载 另一派是后期的 相当于大城 穿衣服 叫白衣派 他们的基本经典争论 跟佛教一样 也是多次结集 互相结集完了 互相不认 但是他们共同认的基础经典 有12部 小城和大城也一样 共同认的基础经典是阿韩 他们共同认的这12部经典 叫十二安家也就十二安前 这就是信仰公元前六世纪 印度的第二大信仰体系 齐纳教与佛教信仰体系 第一个是婆罗门体系 第三个体系呢 更大更庞杂 但都没传下来 就是外道体系 外道这个词 是婆罗门教说佛教和齐纳教 就是说外道这个词 是哪来的 婆罗门教一说佛教 你外道一说齐纳教 你外道 就是凡是沙门 反对废陀的 都是外道 主要是佛教和齐纳教 后来这个词 佛教和齐纳教觉得很提气 你们是外道啊 所以这个词佛教和齐纳教也用了 用于指其他学派 大家注意啊 佛经里提到的外道 是不包括婆罗门教的 因为他们对婆罗门教 他们早期他们势力没那么大 对婆罗门教很尊重 所以不敢叫婆罗门教外道 后来这就形成了印度宗教学里的一个传统 就是互称外道 用我们的普通话讲呢 就是互相叫对方反革命 比如佛教修行里头有一个八正道 正进正定这个正命 这一系列的八正道 这个八正道里头有的词就是针对当时的外道来的 比如说正命 这个中国人不太理解正命 这个正命是怎么来的 正命是什么 什么是正命呢 是因为在佛教的当时 有一个大外道 叫邪命外道 就是阿什迪家教 阿什迪家教呢 就是宿命论 认为你什么都不用干 命运已经控制了你了 无法改变 所以呢 针对这个邪命外道 佛教就提出来了八正道里的正命 自命为正命嘛 因为受人诟病的一件事是 佛教到大成阶段的修行方法之一 班周三昧 其实是从邪命外道的修行方法里来的 就是如果大家了解一下他们的那个移规和修行方式的话 就会发现他直接是有传承的 在印度的百家争鸣时代 最终是佛教和齐纳教赢了 他们占上风而告终 两教信徒迅速增加 在大雄去世的时候 齐纳教的信徒已遍布北印度 其实现在齐纳教在印度的势力也比佛教要大 佛教的势头当时更猛 我们在讲佛教哲学里提过嘛 佛教的理论就直接冲着婆罗门教去了 就是破婆罗门教三大神造 他直接就杀伤了婆罗门教的废陀信仰 印度的第一个本土王朝 我们前两课讲过 摩羯托王朝 他的前两任国王 平沙王 卫生院 两代国王都支持佛教和齐纳教 对吧 他这个杀了爹之后 他立刻就去找佛陀忏悔了嘛 这个得到了佛陀的赦免 虽然他们每一代都是通过篡位 是父是兄登位的 但是他们对佛教和齐纳教的支持是一如既往的 但是到后期 很明显 王室就偏向于齐纳教 可能就是说 国王做的坏事太多 只有齐纳教的这个苦行才能让他们赎罪 而且呢 你干一回 佛陀就赦免你就算了 你不能回回干 佛陀都赦免你 对吧 那佛陀也太辞仁慈了 所以说后期他就偏向于齐纳教 在摩羯托王朝 到孔雀王朝 中间的这四十年 就是我们说的 他的第一个强盛王朝 南陀王朝出现 他只出现了四十年 跟隋朝一样 就时间很短 忙着开疆拓土 没时间管理宗教 他这个阶段 就是公元前 他这个阶段跟中国的唐朝的那个时候很像 就是摩羯托王朝出了之后 出了一个像隋朝一样的难陀王朝 紧接着就出现了一个强盛的像唐朝一样的孔雀王朝 但比中国的时间要早 到了孔雀王朝的首任君主 这个詹陀罗基多的时候 那他就完全信仰了这个齐纳教 就他不是佛教徒了 虽然他也支持佛教 因为他最后根据记载 孔雀王朝的这个开国 这一代明君 他实际是根据齐纳教的教义 活活把自己给饿死 这是你 正管之宝 就是那个 百玉四刊佛像 这个我见过 在博馆见过这个复制品大的 对 世博我见过一个大的复制品 这个有点是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自我发挥 上面那个是什么 就是有一种 有一种那个印度那个 就是大蛇类的那个 哦 你说那个是吧 对 哎呦 这这尊相声好 这个有很多我们自己艺术的发挥 就是说能彪的地方啊 都给他都给他下了宫了 能想到的都给他下了 二菩萨二弟子一佛 你看这还两个同子 同子 对 对 又出现这两个罗发 何老师也没有定乎 上面这是飞天 狮子立世 对